天平的两个不同的地方 那当中呢 这Mnutrient就扮演一个 这个就是应该怎么讲 不能说合适了 但是就中间一个润滑剂的效果 的确是这样 对 我觉得刚才为人说这个这个这个比方 其实是非常对的 那我们知道啊 白宫这一边来负责应对 或者至少是喊话这个角色啊 对媒体表态 主要就是现在的白宫的最高经济顾问 或者我们叫做白宫这个经济贸易 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人库德罗 在担任的 库德罗之前我们传达信息是什么 不要恐慌 现在呢市场下跌了 正是你买入的好机会呀 赶快就拿钱去冲进股市吧 觉得好的机会 对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而这个鲍威尔这一边呢 鲍威尔是美联储的现在的这个 这个掌门人啊 他呢 这个华盛的邮办就透露出来说 他之前呢就向美联储的员工 发送了紧急的邮件 说现在啊情况正在升级 我们作为一个中央银行啊 需要加强对于可能面临的经济冲击的反应 而同时呢 那我们知道啊 在整个这个白宫不断喊话 美联储进行降息的时候呢 美联储这一边之前一直是比较谨慎的 然后呢在上周的时候呢 又突然一下子降息了五十个点 又造成了整个市场的继续不买账 认为美联储掌握了更多的关于经济的坏情况等等等等 所以呀可以说整个白宫这一边啊 那么 库德罗就担任了川普总统传声筒这样一个角色 而呢这个川普总统的一直是很不待见 或者叫不喜欢啊 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呢两方面一直是谈不通 那么呢这个这个中间呢 这个姆努钦的角色其实就比较微妙了 那我们知道他作为财政部长 如果是从整个这个机构设置上来看呢 他是隶属于跟库德罗同在白宫这样一个政府官僚体系中的 但是呢又因为他作为财政部长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呢 是有某种合力或者是互补这样的效果的 因此呢 他与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其实呢 之间的交流也是很多的 那我们说到美联储和白宫不仅仅是在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于经济到底有多么严重的打击 这一点上存在分歧 而且呢是在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应该由白宫这一边采取财政措施 还是由美联储那边采取货币措施 这样的应对方案上也是有着很多的不同的见解 那么在白宫这边啊 不管是川普总统也好 还是库德罗也好 他们都强调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应该是现在我们应对经济的主要经济决策 并且呢他们不断喊话 说你鲍威尔没有起到领导作用 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降息 我们远远被甩在后面 我们吃了大亏等等等等 但是鲍威尔还有美联储的其他官员 他们都表示说现在呢 其实我们已经是开足马力了 我们降息已经通过紧急降息这样一个形式降低降低了50个基点 所以你看到啊对于整个市场是非常有限的作用啊 难道你让我一次降低降低100个点吗 所以啊通过之前的降低50点这样一个作用 实际上也是美联储对白宫摊牌这样一个举措 就是我们能用的只有这么多了 我们的弹药都快用完了 我紧急降息50个点对于市场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市场的后果你已经看到了 你让我降息我降了市场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你如果真正需要改善的话呢 就必须是你们的这个白宫这一边的财政政策上有更多的支持 那么有关于白宫这一边的财政刺激措施 还有哪些可用呢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削减就是payroll tax 我们叫做工资税这一方面 那我们知道啊 削减工资税呢就可以增加人们的收入 因为你留到手里的钱多了 那么留到手里的钱呢 一多之后 你要么是可以进行更多的消费活动 要么是可以去进行相应的投资活动 总体来讲呢 对于整个经济都是有提振作用的 但是库德罗却非常的反对这样的一种 针对整个这个payroll tax 我们叫做工资税的减免 认为呢这样的努力呢 相当于是这个石沉大海一下就消无音了 他呢更比较倾向的是比较这个有对针对行 针对的就是特定行业的这样的比较有针对性的减免 那么呢白宫呢还有一些啊 比较保守派的人士 他们主张的是对叫做capital income 就是投资收入或者叫做资本收入进行减税 那么为什么说保守派的人士这样而支持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很多呢非常有钱的人啊 他们手里的主要收入呢是我们叫做投资收入 那么呢对于他们减税的话呢 是可以比较的明确的帮到这一些有钱人啊 然后呢但是啊这一些想法呢 现在呢也并没有往前推进了 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讨论而已 有关减税的方案呢 尽管有官员表示可能会在未来采取更多的强力行动 但是目前为止呢也仅仅就是在讨论这样一个环节 那么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也很知道 就是啊财政收入呢就涉及到政府的预算问题 那么涉及到政府的预算问题呢 就涉及到了川普政府 现在和国会的一个重要的角力点 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 那么如果川普政府进一步拉大赤字的话呢 那么想必国会是要给他难看的 那么呢在这个竞选年期间啊又把政府的赤字问题暴露在了整个公众的视野之下 那么对于川普来讲呢也是恒生之解 想必呢他是不愿意在现在又增加这样一个对他可能不利的竞选话题 那么非常有趣的是呢 这个《华盛顿邮报》这一篇文章啊 还采访到了很多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 还有呢就是华尔街曾经的参与者 向他们了解到了以前政府是如何运转的 那么如果对比来看呢 本届的川普政府真的是给人感觉有一点捉襟见肘啊 荒手荒脚 采访的人包括哪一些呢 比如说啊这个Larry Summers啊叫做萨莫斯是之前的美国财长 还有呢就是啊这个盖特纳 还有呢Bernanke是之前的美联储的主席等等 了解他们在处理二零零八年的金融恐慌 包括平息一九九九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做了哪些举措 对比来看呢 华尔街这个华尔街邮报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现在的决策者们的确是缺乏引导政府渡国危机这样方面的专业知识 那比如说萨莫斯就说说现在呢美国还没有明确的一致的经济战略来应对现在的发展 那么呢在整个国际协调方面啊当时的这个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萨莫斯是 表示说当时啊他他这个主政的这个财政部啊 每天都会与当时的美联储的主席格林斯潘 还有呢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还有世界银行的相关代表进行多次对话啊 所以呢整个和国际组织之间是有着密切的水乳交融的关系的 而现在呢我们知道啊整个这个川普政府呢是对这些国际组织不断的给脸色啊 在整个国际协调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等等等等 包括联合战线推出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整个的协调呢都让人感觉不够专业 所以啊之前川普总统啊对于整个国际组织的反感啊在国际上处处树敌这样的一种国际战略的弊端 在这样的一次整体协调的情况下也就不断显出了 现在呢啊由于川普总统对于国际机构的不信任 他与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越来越尴尬了 还有呢就是现在白宫和美联储之间的政策也是史无前例的糟糕 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经常在推特上就批评鲍威尔啊在八月份甚至称他为是最大的两个敌人之一 而且呢他对于这个美联储的反复攻击呢不仅仅是破坏了啊这个这个白宫和美联储的相对独立 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关系 而同时呢也是让过去负责经济的人感到十分的震惊 因为美联储和白宫啊一直呢都是既相互独立 同时又相互配合保持某种协调作战 这样的一个比较微妙同时又是比较和睦的关系啊 那么川普政府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二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微妙很平衡 那么在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期间呀曾经领导美联储的前美联储主席啊 Ben Bernanke我们叫做伯南克他就表示说在布什总统还有奥巴马政府的任内呢 总统和财政部长从来都不去管货币政策也不对货币政策啊 指手画脚等等 从来没有看到现在的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就是总统似乎在为美联储出谋划策 要求考虑削减利率等等等等 所以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就让我们看到啊 这一次呢美国的内部首先是出现了混乱 那么不管是各个官员之间他们的关系呢是非常微妙的 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会直接爆发冲突 而同时呢美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也非常的不让人看好啊 之前的关系都已经撕破脸了 现在有突然危机你能去向这些国际组织再去讨好 再去讨合作吗 还有呢就是白宫内部的或者是美国内部的体系啊 这个美联储方面以及呢白宫方面包括和国会方面 其实呢大家也是各说各话啊整个关系呢一团糟 所以现在看来呀有人说啊这个叫做攘外必先安内啊 那么呢川普总统呢是属于先攘外 但是内部呢没有安顿好 结果呢到了现在内部的矛盾呢不断的出现危局啊 而且呢在这次整个应对卫生事件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啊 川普政府呢在不管是在信息的披露 还是呢在向公众喊话 包括是整个卫生体系的预防措施上面 其实呢都是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 这里呢我们也非常客观跟大家介绍啊 到了现在美国的CDC这个网站都没有搞好啊 上面的数字都是错的 你这一点怎么说的过去呢 你美国可是信息的第一大果呀 再有呢就是川普总统的不断和CDC的官员出现这个透露口风的各种不一致 川普总统呢还有库德罗这一边呢 一直是想告诉市场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着急危机会过去的 因为要保住股市嘛 而CDC这边呢以及美国的卫生官员相对来讲 对于整个的公众态度就是不断的预警 要大家做好防备措施 那么这两种呢当然都有各自的专业的考虑以及不同的原因 但是如果混淆在一起看 那么真的就是啊 我们叫做这个这个这个让大家这个公众观感就十分的不好 就是你到底是想做什么 你作为一个美国这样的一个全世界在各个领域都这么优先 这么领先的一个政府 怎么自己的内部搞得一团糟 这个呢就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啊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CDC和白宫之间也不断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和摩擦 那么这对于双方协力应对措施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在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中呢也提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呢CDC一直强调说白宫你在向外面说话的时候 不要说情况已经被contained 就是不要说情况已经被控制了 因为啊这样一个说辞啊 在我们这个卫生体系在我们专业海来看呢是有非常明确的专业上的解读的 所以呀你现在以这样一个非专业的角度向出去去放话 这呢当然是对于我们啊控制公众叙述 向公众传达信息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就在这个CDC向白宫方面表达了这样的要求之后呢 库德罗在向市场喊话的时候还是说出了 现在的情况已经被contained 现在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这样的说法 那么当时呢就导致了美国的卫生部门十分的愤怒以及震惊 所以呢种种这样的细节揭示出来 就是现在整个情况真的是不妙 而这种不妙不仅仅是客观上的整个公共卫生状况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来自于川普内部啊 整个这个体系之内有很多的混乱 那么呢在看到来自华盛顿的这样的消息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想点就点的主讲人 同时呢也是我们华尔街电视的非常有力的支持者 何彬先生也呢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他呢给这个 想点就点频道的会员上写了一封只有会员才能够看到的信啊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做一些小小的公开啊 就是如果你看到华尔街论坛的节目的话呢 就可以顺带的看到只有想点就点会员才能看到的一些内容 那么其中何平先生到底披露了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那么为人这边我们是订阅了想点就点频道的会员呢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啊 做一点小黄牛生意啊 把人家的内容拿来为我们所用 何明先生到底讲了什么样的观点呢 好所以我跟大家来就是念一下前几段呢 啊一开始呢他就提醒所有的会员朋友们要把这个安全带系好了 他说呢川普总统在抱怨这个假媒体还有民主党的合谋 这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只要他想要发现了那就可以发现 何平先生说呢他看了来自白宫的消息 没有发现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华尔街如此下跌 至少呢他说川普可以给沙特打个电话 联储卫在上周是错的 降准加深了不信任 虽然他们免了总统的臭骂但是历史上 却记录下来他认为这是很笨喔 他说呢我警告过他们要看看手上有多少的弹药 而且呢联储会是防线也是新防 川普总统屡战屡败最后建立了川普的 这个房产的王朝但是白宫是如此经得起震荡 华尔街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惊弓之鸟了 川普总统身边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学家 纳瓦罗是政治勇者还有经济幻想小说家 这个纳瓦罗这个这个人物十分的有趣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多研究一下 和平先生说呢 库德罗是一半清醒一半醉 姆努钦呢需要照顾的太多 而莱特希泽保持律师风格 罗斯晕晕已睡 川普总统毫无疑问是个天才 政治操控大师 这些呢 所有的人呢都是他的摆设而已 他们如果没有能耐 装傻还有任性呢 也只能去博顿 如果也只能跟博顿一样去写回忆录或者是像 摩尔瓦尼去当大使 川普总统的出现是天意 他在南草坪上被上帝拣选之语呢 他认为这不是戏话 我还是不太清楚上帝的用意 这个是帮大家这个 把前几段稍微念一下 所以如果您对于这个 像类似的内容 十分有兴趣的话呢 就欢迎您加入我们的 这个网报的这个 这个这个会员的这个 我们的名单当中 这个呢其实目前这也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刚推出的一个新的服务就是 如果您加入了我们的这个会员的服务的话呢 我们在每天 都会给大家发信 让你在 如果在技术上有困难 没有办法看到所有我们的相关节目的话呢 我们有办法在 这样几个坏语言的制度下面 把这个音档传到各位的信箱当中 这是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多达支持的一个新的服务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产品 一个是就是我们油管 YouTube这个的频道 那么的其中会有一些内容 专属直播呀 就是我们现在在留言区看到的 如果你的这个用户名是绿色的话呢 谢谢你你能加入我们的会员了 同时另外呢刚才微人提到呢这个是啊 最近明镜最新推出的明镜邮报服务 也就是呢如果你加入了订阅了这个邮报 成为这个明镜邮报的订户之后呢 那么每天啊 我们这个精彩节目的音频党 就会准时的送到你的邮箱里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人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啊 这个准时或者是稳定的来收看有关的视频节目的话呢 就可以去听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英党英党节目啊 所以呢我们在啊这个帮助帮助大家了解更多的信息 并且呢为了服务现在仍然在中国大陆的网友们 可以说呢是有这样的一些新计划哦 那么未来呢也许我们华尔街电视啊也会推出一些各自的新产品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也在不断的构想啊 所以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不管是对于节目内容上的 还是对于节目模式上的 还是呢对于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可以大家推出 比如说是不是我和微人可以啊 开通一个比如说和微人喝咖啡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活动啊 如果你愿意见面 到纽约来和微人喝咖啡 我们就可以考虑啊推出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计划呢 可以在留言区或者呢是我们直播的交流区告诉我们 那么现在看到啊今天节目也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快八十分钟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稍事休息啊 明天同一时间 再和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呢 是那就希望这个接下来今天这个收盘之前 很有比较好的消息 是啊是啊 不过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关注美股的这个接下来的股市 的任何的起伏 那我们在接下来 频道上面其他的节目也会跟大家来进一步 跟进你的关注 那今天我们华尔街论坛就 谈到这边 那我们明天 12点美东时间再见了 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